你知道潘长江的军衔有多高吗 曾经的潘长江不仅是国家一级演员 同时也是二炮文工团团员 享受正师级的待遇 那观众们知道他是凭什么获得这个待遇的吗 知道的观众欢迎把答案打在评论区 演艺圈的文艺兵不少 凤凰传奇就曾是二炮文工团的 享受正团级待遇 韩红曾是空正的享受副军级待遇 李双江享受大区副职待遇 然而这些待遇有人珍惜有人不珍惜 315晚会后 攀书卖假酒的词条被刷上了热搜 同时被央视当作典型案例出现在央视新闻周刊中 央视蜡频道推销说辞如同玩笑 直播间是促成交易的提高销量的场合 无论是明星还是主播都应该对消费者负责 从国家一级演员到如今的网红带货 用一年的时间败光前半辈子积累下的老实人形象 这位曾经受人爱戴的小品演员 是如何成为了如今模样 在遭到央视点名卖假酒后 潘长江是否会面临惩罚 曾经的潘长江出身黎原始家 做评剧起步随后转战二人转 与赵本山合作成功把自己演上了春晚 成了家喻户晓的小品王 从铁领艺术团到二炮文工团 那时的潘长江随文工团到处慰问演出 演了一副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人们对他的这种滤镜直到他退休也没有消退 一开始潘长江直播与观众互动时 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而这一切扭转的源头还在于潘嘎之交 潘嘎之交这是升级了 在被央视点名后 潘长江再度与嘎子连迈 全程情绪激动并表示自己就是被骂大的 越骂自己越嘚瑟 自己在喜剧界做的够可以了 我在乎那些 我告诉你叔叔被骂的 我有个特点 我是越骂越勇 在喜剧界 喜剧电影 喜剧电视剧 喜剧小品上 可以说 你潘叔做的可以 的确 曾经的潘长江是人民艺术家 我们还亲戚的称其为潘叔 然而观众们还记得潘嘎之交是怎么来的吗 潘嘎之交是指行业内地位和资历较高的前辈 通过假意劝告年轻人 使自己在行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行为 潘自然是潘长江老师 嘎是指 在小品张嘎中饰演嘎子的谢孟伟 嘎子虽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有童星光环加深 然而在如今鲜肉当道的鱼圈 嘎子的热度已经大不如前 无奈时下只能转战直播带货这个新兴领域 因为有曾经的童年滤镜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它 据传有一场带货嘎子赚了200万 但韭菜的钱哪是那么好赚的 一次谢孟伟直播卖酒 在直播间声称进口货原价1000多 回馈家人只卖188 这个承诺一出口 当晚的订单都高达6万多 然而很快就有消费者表示 这根本不是什么好酒 而是贴牌的假货 眼看质疑声越来越大 直播间的人气和销售额开始一落千丈 嘎子慌了 声泪俱下的哭诉 自己也是被骗了 此时就轮到潘长江老师出场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番话 当时的潘叔还是德高望重的前辈 这番话赢得了一众好评 嘎子也当即表示痛爱前非好好拍戏 但没想到嘎子回去拍戏没多久 潘叔突然开启了直播带货 而且带的还是当初嘎子翻车的贴牌酒 这下子网友炸锅了 然而潘长江的直播间越来越火 销售额一度达到两千多万 当粉丝要求嘎子去管管潘叔时 嘎子这下也直言 我真劝不了潘子 别瞎说这里水太深 我把握不住 我谁都管不了 我只能把我自己管好了就行了 这称呼从潘叔变成了潘子 潘嘎之交一词爆锅网络 因为频繁与假酒挂钩 潘叔的前辈子老艺术家好名声也毁于一旦 不过作为一个活了半辈子的小品演员 这种评价他自然看得到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宁可丢面子 也要坚持直播带货赚钱呢 其实潘叔也为了他的女儿 1996年潘长江走红后 大摇大摆的跟妻子杨云提出了离婚 杨云拍桌子怒吼 我陪你住了八年的厕所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怼我 面对潘长江的执意离婚 女儿说出的一句话 让潘长江立马低头认错 潘长江小时候患有尿崩症 身高定格在了一米五九 医生断言他活不过二十五岁 而杨云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 身高一米七 乌黑的大眼睛 潘长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恰好杨云败在了潘长江妈妈的名下 于是母亲便鼓励潘长江去追杨云 朝夕相处中 老练的潘长江很快就把杨云拿下 1981年潘长江与杨云结为夫妻 然而那时的潘长江没什么名气 家里也并不富裕 两个人连房子也没有 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个剧场旁的一个厕所 两人选了将选定的女厕所填平改造 这才有了两人的第一个家 这样的房子冬天如冰窖 夏天容易招重文 每逢刮风下雨 房子就容易散发难以忍受的味道 当时无数人为杨云惋惜 而杨云最终却守得云开见月明 结婚两年 潘长江的女儿就出生了 为了纪念两人的爱情 潘长江将女儿取名潘阳 有了女儿的加入 潘长江辞去平剧转行二人转 事业也彻底迎来了转折 加入铁令民间艺术团 被赵本山带上春晚 一个小品过河让他彻底爆红 而爆红后随之而来的财富收入 和影视邀约接连不断 这时追潘长江的人很多 潘长江就动了 想要离婚再举的心思 于是他经常回家找茬 但面对丈夫的反常 杨云没发脾气 反而温声细语 有次潘长江喝得明丁大醉回到家 他再次向潘云提出了离婚 杨云拍桌子怒吼 当年医生说你活不过25岁 我还是嫁给了你 陪你住了八年的厕所 没想到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要曝光你 女儿在一旁也表示 如果你俩离婚我就跟着我妈 就这两句话让潘长江彻底怂了 冷静下来的潘长江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与家人重归于好 对于女儿潘阳 潘长江是捧在手心 多次强调自己 一定要多赚一点钱留给潘阳 为了不让潘阳走明星这条路 潘长江很早就花费百万 将女儿送出国留学 然而潘阳却一心想要闯荡娱乐圈 无奈之下潘长江只能给女儿铺路 潘阳的事业虽然不温不活 却就职于二炮文公团 此时石磊出现了 两人通过相亲相识 石磊是传说中的身价十亿的商人 两人谈了三年恋爱 举行婚礼时 潘阳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当时的石磊表示 自己会将家里的财政大权都交给潘阳 潘阳也因此有了潘十亿的称号 不过这两口比较低调 近些年石磊很少出现在镜头之中 反而是潘阳带着儿子住在潘长江那里 潘长江对外孙也是非常宠爱 为了给女儿赚钱潘长江不惜放下面子 如今的潘长江拍戏要约少 来钱最快的无疑是直播带货 说来说去还是资本给的实在太多了 不过本身带货无可厚非 但把粉丝当韭菜和傻子就不可取了 不知道观众对潘长江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